其实这个呢和我们的生活 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 所以会涉及到不同的称呼 不同的称谓 在国外呢其实挺简单的 它就是后面这个 就是husband husband和wife 这个是英语当中的称呼 英语当中比较标准的称呼 你像有些从国内来的 国内来的呢 它喜欢用的一个称呼呢 就是谁是谁的爱人 在这边你听着 好像就没有这么一个 没有这么一个用法 你称这个爱人这个意思 如果直接按照这个 我看看哪个地方能敲个字 这个地方 如果硬要是把这个 这个爱人翻成英文呢 感觉就是这个 就是lover 但是其实他这个爱人 指的就是他的husband 或者是wife 如果是个爱人呢 你要翻成lover呢 反正就不对了 就成了感觉这边就像是什么情人之类的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文化差异嘛 文化差异 中国人不太好像说 这是谁的丈夫 好像听起来比较生硬一些 谁是谁是什么妻子 好像不是在 这个也提一下 顺便 好 这个词 好 我们再复习一下上一课的这个单词 重要的单词呢 就是这个 marriage marriage 婚姻 婚姻 marriage 下面的单词 第一个 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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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上一次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叫single single 发音是不一样的 发音是不一样的 single 是单身的 单身的 像我这边呢 还有法律的业务 法律的业务当中 就有一个重要的文件 叫做单身证明 单身证明 就证明这个人是单身的 那为什么要写单身呢 因为单身这个人要去结婚嘛 证明他是单身 single single 但是真正的单身呢 这边呢 从法律的界定是 三种情况的单身 一种情况呢 他就是 一直就是没有结过婚的 一直没有结过婚 叫单身 还有一类呢 就是离了婚的 这下面这个单词 divorced divorced 离婚之后 也叫单身 也叫单身 还有一类呢 就是丧武的 另外一方病故啊 或者什么情况啊 那个也叫单身 因为开了单身证明呢 回到中国就可以再重新申请结婚了 申请结婚了 所以这个这一类的 不光是一个学语言的问题 还有学以致用的问题 按怎么样用到 用到实际的情况当中去 single single 单身的 好下面一个 engaged engaged 订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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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严格的讲 从法律上讲 这个订婚呢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结婚登记 结婚登记 只是双方有这么一个意愿 愿意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 交换一个什么 什么 信物 那一类的 但是真正真正的是这个 married marriage marriage 婚姻 名词 married 结婚的 或者叫 已婚的 已婚的 好 在加拿大呢 还有重要的 另外一个单词 叫 common law common law 我瞧了下面 common law common law叫 共同法 其实不 翻译呢 都不是这样翻译的 直接翻译成中文呢 就是叫 同居关系 同居关系 在中国呢 是没有这个 法律界定的 好像同居是一个 不合法的 这么一个 一个 男女关系 但是在国外呢 尤其是在加拿大这边呢 common law呢 是接受的 是接受的 是同居关系 可以呢 以这个关系来担保 移民 都是没有问题的 common law common law 但是common law呢 又不是结婚关系 所以说 从法律上呢 common law 万一分手呢 享受不到 结婚 夫妻那种 丈夫 妻子的那种 法律的 那种关系的保障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词 但是不是这一颗的重点 不是这个重点 common law 好 这个就 啊 嗯 divorce的 divorce的 结婚的 离婚的 离婚的 对 离婚呢 也有 法律的那个 界定呢 是 很多人问 很多人说 我们分居好多年了 是不是又自动离婚了 在加拿大呢 是没有 自动离婚 这一说的 没有自动离婚 这一说的 所以 加拿大的离婚 至少是安大略省的离婚 只有法院离婚这一部 这一个机构 不像中国 中国有民政局离婚 和法院离婚 通常是有争议的 才去法院 没有争议的 去民政局 加拿大没有民政局 加拿大就是 法院离婚 并且加拿大的 也还是安大略省吧 安大略省 因为我们的法律业务 主要是安大略省 安大略省的离婚呢 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分居超过一年 第二个理由 是有第三者插足 他说叫通奸了 第三者 第三个理由呢 就是家庭暴利 这是我们在日常的 法律业务当中 经常处理到的 但是最多最多的 就是分居超过一年 就可以顺庆法院的离婚了 所以这是 divorce 所以不光是学英语 你的英语也要 在很多的 就上升到一些知识层面 一些法律的一些层面上 好 下面呢 就是family family 家庭 家庭 family family parents 父母 这个父母 上一次说过了 他是不分性别的 parents 是负数形式 负数形式 是指两个人的 如果去掉最后的 那个负数的s呢 可以指的是 father father 父亲 也可以指的是 mother mother 母亲 都可以的 所以当然这个是放在一起的 parents parents 好 下面一个 hus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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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 husband 其实这种称呼 更带有一些法律上的 这种 这种定义 各这种定义 而比中国的那种称呼 就是爱人的那种称呼呢 感觉缺乏 法律上的 像国外的这个称呼 husband 或者是wife husband 或者是wife 并且这边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不说奇怪吧 这边合法的 就是在加拿大呢 这个同性婚姻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 所以有的时候碰上两个男的 两个女的 还有什么 那结婚呢 他是 也可以说是married married 好 husband husband 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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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 妻子 好 brother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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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ster sister 姐妹 姐妹 如果呢 是 属于是婚姻 而带来的呢 它可以是 后面加上一个这个词 叫brother 叫brother in-law brother in-law 主要是后面的 in-law是法律上的 法律上的兄弟关系 或者是sister in-law 他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但通常是通过了 通过了这种婚姻或者是寄养 或者其他的关系 而称之为brother in-law 形成了这种关系 好了 这个提一下就行了 不是我们的重点 brother sister sister 房子 房屋 独立屋 叫house house 还记得上一次提到另外一个词 house 是前面的一个房子 后面一个horse house 发音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horse 口型要窄一些 这个呢 是马 对 是马牛羊 马 horse 房子呢 是house house 好 我在群里面录一下音 大家可以读一读 练一练发音 因为这一刻的很多词都是一些基本的词 基本的词 也是挺重要的 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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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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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组呢 我就读两个单词 这样容易大家复习练习 可以拼读一下 发到我们的三群里面去 这样可以来纠正一下 纠正完了呢 我们这一块就过去了 就进入句型短句的那个练习 married married divorced divorced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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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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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s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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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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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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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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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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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是分组 每两个最后是单独一个 发到了群里面 大家可以听一听 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 然后呢也可以发到我们的三群里面 有些如果有些音听起来不是太准确呢 我可以给大家及时的纠正一下 好这是下面的大家先看一下我听一听 发到群里面的发音 叫engaged parries husband husband brother sister house 好 这个engaged 上面打了一个点 engaged 重音是在后面 重音是在这个gay上面 eng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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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ried single engaged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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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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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确实是能够把这个音给的读正确了 Parents 对Parents Husband Wife Brother Sister House Engage Marry 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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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s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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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le Married Family Hus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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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音在第一个音节上 Divorce Franster Wife Sister 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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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e Brother Sister Lose Parents Parents Singer 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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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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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Family Family Husband Wife Single Engage Marry Divorce Farget Parents breaking T Ξ数 Stra. Tướng 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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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ents Divorce Single Gagged Married Divorce PNY the worst,family,parities,husband,white,husband,husband,husband, father,sister,sister..... ....single,engaged,married,devorced,family,tarents,hisband,husband. 他, husband, wife, brother, sister, house, single, engaged, married, divorced, family, parents, husband, wife, brother, sister, house. 很好,很好,大部分读的都挺好的了。 可能有的人的声音,可能录的时候音量有点小,我这边打开听不到声音。 好,我们接下来,这是我们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单词的音要读对了。 然后呢,就该进入这种短语,或者是简短的句子,简短的句子。 好,第一个,I'm single, I'm single,那年轻人可以用这个, I'm single,那对于已经结婚了呢,那就可以说, I'm married, I'm married, 我是已经结婚的, I'm married, I'm married. 好,下面呢,如果你要是介绍你的兄弟姐妹家庭情况呢,可以说, I have a younger brother, 我有一个弟弟, I have a younger sister,我有一个妹妹, I have an elder brother, 我有一个哥哥, I have an elder sister,我有一个姐姐,好,这就是他们英语和我们中文的不一样。 中文呢,是姐姐妹妹哥哥弟弟都有专门的单词,他们呢,只是表明一种关系就可以了。 brother,兄弟,sister,姐妹,只是知道姐妹关系就可以了,他并不好奇,说谁是年长呢,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并没有特别的重要。 所以你可以说, I have a brother, I have a sister,OK,就可以了。 好,来练一练前两句。 前两句。 I'm single, I'm single, I'm married, I'm married, I'm married,这是第一句,这是第一句。 第一句其实就变成了两句话了。 I'm single, I'm single, I'm married,当你这样表达呢,这一部分才是我们最实用的部分,因为我们交流不可能只是说简单的单词,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完整的句子表达出来。 I'm single, I'm single, I'm married, I'm married, I'm married。 当然你分开读没有任何问题, I'm single, I'm married,没有任何问题,但口语呢,这个时候是经常是可以缩写的。 I'm sing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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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直接好像就给滑动过去了,就变成了, I'm, I'm,就变成一个缩略的读音了。 I'm sing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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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married, I'm married. I have one younger brother, I have one younger sister, I have one younger sister, I have an older brother, I have an older sister. Ok,older呢没有问题,older brother,older sister,这个呢是elder,elder呢更多的是年长,这个地方都可以用,elder更准确一些,看大家哪个用的习惯都可以的。 I'm a single, I'm a married. I'm a single, I'm a married. I'm a single.I'm a single.I'm married.I'm married. I'm a singl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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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I married,对了,一带而过 挺好的 挺好的 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在那个留言板里面 留言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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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an older brother I have an older sister I single I married I have younger brother I have younger sister I have younger sister I have younger sister I have older brother I have older sister 好的 非常好 I have a younger brother I have younger sister I have an older brother I have an older sister 挺好的 挺好的 Very good 好的 好的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给大家 介绍的学习的方法 好 我先停一下我手机的声音 I have a younger sister 对 好 其实呢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 跟读 跟着读 不是光简单的一个听 这是我们课一直的一个宗旨了 就大家一定要读 读呢也很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英语的发音 和我们中文的发音呢 发音的部位啊 声音啊 都不完全一样 毕竟是两个发音的这么一个语音体系 所以有的时候做呢 就跟个口腔的这个体操差不多 所以它只有大家说出来了 同时呢又能够刺激这个大脑 刺激这个脑子 然后呢会保持这么一个 挺积极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学英语呢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被动在这听 一定要说出来 参与进来 又动脑子 然后又动嘴 这种的学习方式呢 是最好的 并且呢一定要把这个声音读出来 并且从记忆的角度上来讲呢 凡是大家能把这个音读出来的 基本上都会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呢 留下一个印象 如果我们看呢 看完了可能过段时间就忘记了 过段时间就忘记了 其实这个对于一个身体健康 保持脑子的这个体操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再加上很多 我们这个群里面 很多人都是比较年长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呢 也是一个刺激你大脑 大脑皮层 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一个活动 对于这个脑 这个大脑的健康 然后呢你口腔在锻炼 然后又学习语言 毕竟它是一个不同的 不同的一个语种嘛 这样学习并且还会在 日常生活当中 能有一个真正的应用 应用 其实会有很多种功能的 所以从这个 像我一开头还会介绍一些 法律的知识 其实对我们这边来说呢 不仅仅是一个语言 已经上升到就是 文化差异 通常我讲讲讲 给其他学生讲课的都会上升到 三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语言应用 语言学习 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文化差异 中文和英文的文化 历史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法律 法规 而这个呢 也是和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会非常有用的 会非常有帮助的 并且这个课呢 也不是敢进度 所以大家也不要有什么 心理上的太多的压力 就是参加进来呢 就是听一听 练一练 学一学 然后尽可能的把这个音呢 去尝试的来读一下 因为我们 原来上大学 学英语专业的时候呢 是不一样的 英语专业和当时中文系 是完全不一样的 英语上课 当时这个班就二十个人 二十二个人左右 都是小班上课的 这样每个人的情况呢 老师啊教授啊 都会及时的照顾到 及时的照顾到 当时中文系上课呢 有的是大课 大的课有可能六十多个人 八十多个人 因为中文不需要 发音的问题了 是吧 没有那个 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 而我们这个呢 没有一个入学测试 大家就都说是基础班 然后很多人现在 就在网上上课 也不可能照顾到 每一个人的水平 大家可能水平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尽量的就是建议吧 大家呢 能够都积极的发音 积极的来参与进来 这样我能听到呢 我就会兼顾到 某些人的发音 有什么发音不太对呢 就能够及时的 给大家纠正一下 好 下面一组呢 是三和四 三和四里面呢 难点是后面的 日期 就是三个年份 我给它扩充了一下 1954年 1990年 2000年 都是比较典型的 比较典型的 关于年份的 年份的这个读法 我在群里按着它 来读一下 1954 1954 1954年 1954 所以大家要对数字 要有一个概念 数字 1954年 1954年 1954 好 下面一个 1990年 1990 1990 对 这个音呢 是区别 时几和几时的 一个挺有意思的 一个发音 1990 一个是挺 挺呢 就是 十几十几 这个概念 一旦读 tay tay 就是几时 几时 1990 90 1990 好 大家读一读 体验一下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年 年 是 2000 2000 直接就是2000 没法在 在后 因为后面都是零 2000年呢 就是 2000 2000 好 这个词可能 我敲一下 在最后这个地方 在这儿 敲一下 这是一个新的单词 它的意思呢 是 好 Sousand Sousand 是千的意思 1000 就是1000 2000 这就是2000 2000 好了 刚才呢 我看到群里 翻群里面 有留言的 有留言的 问这个叫 看看 在这个 Alice Alice留了一个 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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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一个 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个 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当时老师问 这个怎么读啊 他正好叫了一个学生 那个女生 当时不会读 就是 1900 读了个 1900 00 是吧 在读着按照O来 结果这个应该读什么呢 应该读 1900 好 好了 这是另外一个单词 Hund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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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dred是百 就是一百 就是一百 两百 就是 One Hundred Two Hundred 一百 两百 三百 四百 五百 都是用这个 Hundred Hundred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后面是零嘛 那英语的解释就是 哦 有十九个一百 这就是英语的表达 1900 但这个地方就是 其实是用的是年 代 1900年 它的表达就是 Ninteen Hundred Ninteen Hundred 等于这儿补充了两个重要的单词和量 这就叫量词 百 Hundred Hundred 千 Thousand Thousand 好 我看到 群里还有留问题的 比如说 今年 这个呢 就可以分开读了 这是分开读的 就是 2021 2021 In year 2021 2021 2021年 就是 2021 21 In year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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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会碰到一些 很常规的 很常规的时间 有些呢 它就会碰到比较特殊的 特殊的 2021 好 但是呢 列了三个典型的 因为那个1900年呢 普通我们用不太上 肯定是学历史的时候会遇到 1900年 像1954年 1978年 像我们 有一定年龄 一定阅历的 碰上一些 重要的时间节点 我们都会很熟悉的 比如1949年 19 Oh no 先不理他了 比如说 1949 1949年 1949年 1976 1976年 1976 其实都是这个原则 1919 就是19 就是19几几年 19几几年 好的 哇 速度有点慢了 我再把这个 三句四句 读一下 继续 I was engaged to John She is married to John They got married in 1954 They got married in 1990 They got married in 2000 好 大家来体会一下 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些核心的重要的句型 大家一旦会了呢 你就可以来替换了 这是非常有用的 非常有帮助的 好 我来听一下 2021 对的 不行 不能是1954 这不对的 1954 1954 1990 2000 嗯 杨婉老师呢 还是没有声音 可能是音量太小了 打开听不到声音 She got married and he married to join We got married in 19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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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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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 50 50 好 我看看能不能敲个字在这里面 哦 还不对 中文 转换成英文的 这两个字就刚才读的这两个音 第一个呢 是15 第一个呢 是15 第二个呢 是50 所以你看它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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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50 50 后面的音的区别就是在这个地方 Ting 这个是T T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1950 54 54 好 留言 我看看留言有什么 哦 有一个留言写的是兄弟姐妹可以说sibling sibling是可以的 sibling呢 也是不分性别的 不分性别 就是说他是有这个兄弟姐妹的 至于有几个呢 也不知道 啊 这是sibling 啊 2000 如果是年呢 2000 后面是没有s的 没有的 啊 1901呢 1901就要1901 或者1901 有人这样读的 1901 或者1901 01 或者19 就是按照正常的数字来读的 我读了 1901 这个也只是学历史才会出现 就像就像我们这个稍微遥远了 我们就说这个 2001 2001年 2001年 2001 2001 就是在2001年 但是这个呢 还是要注意 一定要有一个语言环境 一定要有一个语言环境 语言环境肯定是在谈这个 某年 某年 某月 或者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才会出现 year 2000 year 2001 2001 2001 好 下面还有几句呢 大家要看有什么问题吗 我先不接着往下读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或者是 先解答一下问题 好 乒乓球的那个我看到了 乒乓球比分 19比21 其实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来读的 你看到他19比21了 21的人就赢了 当然你可以说 19 to 19 to 21 这个地方中间可能会用一个借词 就是to T-O to 19比21 中文会说 19比21 但英语里面不是一个比 不是一个比 它是一个to to 19 和 19 to 21 好 大家可以在留言板里面 对 我看有什么样的 呃 刻后一下单词句子的语音两遍 不确定 我坑下课 来吧 现在就给大家读一下 其实有些音 我不太会用大家提到过的那个叫 叫什么音呢 那是一个 好像有人提到过 提到过 但我不会用那个 那个画的一个像乐符的那个符号 没法用那个来留音 那个呢 能够大家能够保存下来 如果是在三曲里面读呢 可能不断的这个 这个往上 置顶啊 置顶可能那个音就没有了 就留不下来了 呃 这个有问是 she's engaged to to John呢 是他 和这个John呢 是订婚了 这第三句 she's engaged to John engaged to John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来替换 只能是他和 John呢 他和约翰呢 是结婚了 是订婚了 订婚了 我可以用另外一个例子来给大家来 解释一下这个用法 T-A-L-K 这个呢 会是一个常用的一个 就是这个 talk to talk呢 大家应该知道是说话 说话 talk to呢 和talk with 是稍微有一些区别的 talk to呢 更讲求的是单向 单向说话 就是I talk to him I talk to him 我给他讲过了 什么意思呢 我给他讲了 就等于说 我讲 他听 我讲 他听 或者说 I talk with him I talk with him 我跟他交谈了 而这个交谈呢 是双向的 我给他说 他给我说 所以这个呢 第三句可以 按照这个来理解 就是 she engaged to John 他呢 跟这个 约翰呢 订婚了 是他跟约翰订婚 但实际上 其实这是两个人的事情嘛 两个人的事情嘛 所以不能够解释 替换成其他的 你也可以换try 是因为这个engaged to engaged to 这个地方 engaged to 可以理解为呢 一个借词的 一个这么一个词组 词组 固定的用法就可以了 他和约翰订婚了 engaged to 所以不是太 哎 反悔了 所以这个我就联想到 这个talk to和talk with 这两个呢 是稍微有一点区别的 大家顺便正好讲一下 但是呢 也不想 一下子就信息量太大 补充太多的内容 不能用and 不可以用and married to John married to John 还有一个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 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目前用的句子呢 都是一些 原版的地道的 这样的美式英语 目前来说呢 不建议大家去做太多的 一些替换性的练习 目前的第一个要求就是 单词发音正确 注重 词组搭配 然后呢 能把一些很重要的 完整的句子 给他记住 就可以了 脱口而出 我们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负担 说哦 我学了半天 我说出来这个句子是对的 还是不对的呀 哎呀 如果我说了不对的 别人不会笑话我怎么样了 中国人有这个心理的 就是挺要面子的 害怕说的不对 是吧 至少我能 就是说我们用的这个句子呢 首先这个所有的英文的句子都是正确的 大家不用担心 哎这个句子不对 这个句子不对 句子是正确的 而大家能够需要下功夫来练习的呢 就是句子的发音 单词的发音 句子的发音 我们把这关功课了 那我们的信心就有了 自信心 所以不要担心去 这个句子不对 或者这个句子怎么样 是吧 不要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 不要在这样 我们能够脱口而出出来的句子 只要是以后的使用的场合是正确的 就脱口而出 I'm single I'm married I have a younger brother I have a younger sister I have an elder brother I have an elder sister 就这已经非常好了 能够变成一个简单的一个交流 如果在真实的场景下呢 其实我已经把下面一课的课件也都背好了 但是时间不到呢 有的课呢 挺有意思的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对话 就是你一句 我一句 你一句 我一句 你一句 我一句 就是一个完整的能够一个 几句话 一来一往的对话 那个要求其实就更高了 更高了 但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一个阶段吧 所以我们只是说 大家能够把完整的一句话 能够记住 能够有一个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就非常好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 基本的目标 基本的目标 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着急 因为中国人 我看到这边太多的 就是第一个是原来都是上过大学的 但他学的不是英语专业 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英语基础比较弱 都会遇到一个就是 停留一下脑子里呢 把中文翻成英文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呢是最糟糕的 因为你翻译完了之后 你自己都不确定你翻译的这个英语是不是对的 所以你就不太敢说 不太敢用 有点吞吞吐吐那种样子 而现在我们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单词发音要准确 然后呢 句子肯定是正确的 然后大家呢 就把你自己想要用的这样的句子呢 把它记下来 就可以变成自己灵活运用的 这样的这样的完整的句型了 好我看看时间也到了 灵基础 对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发音 因为我在群里面读 没法保留下来 看看大家如果有什么 谁会用那种语音的 语音的这样的 或者小app小软件 能发到群里的 我看看能不能下载一下 那个叫什么语音软件呢 不记得了 好像我见过别的群里有人用过 就是一个像是一个乐谱那样的一个 乐谱那样的一个符号 叫语音的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可能这个群人比较多 或者别的群里有谁会用的 可以把那个链接发到三群里面来 这样的话呢 对兄弟姐妹 我看一下 对就这个MP3的这个功能 MP3是怎么样录 对原来我用过 但是那个那个是录像的功能 我用的是 但是MP3是怎么样来下载 如果谁知道呢 可以在在群里面来加一下 我可以试一试 这MP3 MP3 对应该是这个 对 好的 哎呀 今天好像又超时了 不知道李会长那边有什么要讲的 已经六点多了 对应该是这个MP3的 MP3可能是一个小APP吧 我看看怎么样来用 后三句是吗 后三句我在群里面读一下 然后随后我发到群里面去吧 下边是这样 这边下边是饮食营养这个 一会让森林老师给我们播放一下 他这个 这个饮食健康的第二次 就是上一次播的是第一次 今天也播第二次的那个讲座 播一下 然后呢 不在这个群里边呢 不在这个我们 英语三群的 你加一下中心的二维码 你扫一下 扫一下群 扫一下 扫一下这个 加一下中心的二维码 你 你上面你注明你要进英语三群都行了 有什么问题都在里边和 翟老师具体沟通交流 行 好的 好的 谢谢李会长 那我就下线了 好 谢谢 谢谢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的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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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